我現在有七台 這個是液晶嗎 對啊 液晶 哇 手機一放裡面 它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倒 淋雨是一種浪漫 淋雨是一種沒有人能理解的自由 嗨 大家好 我是香蕉 俗話說得好 先買房 再買車 有的人是 先買車 再買房 這都沒關係 但有的人是 先買車 再買車 又買車 還買車 狂買車 只買車 這是怎麼回事 來去一探究竟 嗨 香蕉 嗨 香蕉 好久不見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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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這台是你的 這台我這台黑的也是我的 你不是說它還可以跑嗎 它可以跑啊 這台車我都環島過兩次 第一次是火星塞進水 攻擊濾心器進水 車很小就沒有帶工具 所以敢怎麼辦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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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不能騎 要脫掉車來帶走 台中人調車 然後救援是從台中來 大概四個多小時才來 第二次呢 一路都已經騎到愛寮囉 愛寮再過去就肯丁了 突然 嗯 氣缸應該掛了 屏東來一台脫掉車來救我 然後屏東那個人聽 維銘哥啊 好 它帶一台好大好大的脫掉車 上面還有那個掉臂 你知道嗎 就到現場一看 維銘哥 你是車呢 我這台 蛤 這台車的圓形車是 HONDA的一個車 叫Monkey的Gorilla 我現在這個氣缸 驚望90的氣缸 你知道我本來放客廳的嗎 對啊 不動就不叫車了 對對對 我才把整理拿出來騎 請問來到店裡 我們店裡都美美嘛 好可愛 對啊 我要騎 我就留在店裡 真正日本車這樣一輛要46萬 你說這台你的 對啊 我的啊 聖誕節的時候買了什麼 你買自己的聖誕禮物 新年禮物 生日禮物 因為我生日在年頭嘛 這樣還沒改成你想要的 這個輪胎到這個 吐廚的距離太大嘛 我要把這個 吐廚 對 改到 固定在這三角窈壁上 貼著輪胎 所以後面看起來就很低 你側面看就這個 整個車子寫下來 後座就不要了 座椅就選在這裡 那就不載人 摩托車載人 沒意思啦 摩托車要自己騎啊 油箱抬高 這是已經抬高了嗎 已經抬高 已經抬高了兩吋 油箱容量原來是17公升 我抬高的盒子 現在14公升 現在這個是6吋 那尺寸大概到這裡 再上去 再高一點 會變這樣子 對 斜度就是這樣子 對 後面要越低啊 我看 距離輪胎就沒有我的遠嘛 你看我都很遠嘛 所以晚上它很沉 砰砰砰砰 對 對 那很吵那種炸街的 你自己研討人家 像美式機車 很沉的地面在那邊震動 砰砰砰砰砰 砰砰砰砰 對我們要弄的聲音 我們不要弄砰砰砰 我們不玩那種 什麼人還是會吸引什麼樣的人 對 因為在玩車的人 你看到車的人 噢 熊本熊比較貴 啊怎麼會有熊本熊 這是日本的 熊本縣那個工廠做的啊 你看人家日本人 都會他媽推銷 會啊 瓦斯桶改了啊 我想說它還有瓦斯桶工程 蓋子改成塑膠的 再焊起來的話 它是真正瓦斯桶 至少比你一般的箱子 要來的特別啦 Monkey是它的型號喔 對啊 這個車就叫Monkey啊 爸爸跟小孩沒錯 文明哥哥全部都你自己進 對啊 全部都是我嚴選 就我一定會放 我覺得這個很好搭 很好用 台灣人大概只有騎摩托車的人 會說 我的車是紅色 所以我裝備全放紅色 對 江郊車是 整台車是黃色 對啊 黃褲子黃衣服 你為什麼要這樣配 你有聽過誰說 我今天開我的法拉利 法拉利什麼顏色 藍色 我來配套藍色 你沒聽過吧 是你在騎車還是車在騎你 我認為台灣人在裝備這塊東西 而且只有騎車的 都是被車騎 我一定要跟車怎麼樣 應該是車跟你吧 可是這樣不是車子至上嗎 人至上啊 車壞了可以修 人命沒了就沒了耶 命比較重要吧 這就是錢嘛 而且你今天買一百萬 明天它就九十啦 車子會貶值 為什麼你還願意站哪一台 站哪一台 啊不 你就愛嘛 我的收藏 跟這個差不多啦 就是外面展示出來的樣式 大概有一百到一百二十零左右 那我自己家裡面就七十幾零 都不一樣 裝備用多用久以後 我就覺得 我很願意跟大家分享這種東西 因為這種東西很實際 別人騎車出去一趟就幾個小時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我一趟都是二十四小時 所以對於裝備這件事情 你不要跟我講 我最實際 這麼多年下來你就覺得 那我就開個店嘛 把好東西介紹給大家 那你喜不喜歡那是你的事 可是至少我介紹給你這個好東西 那我明哥怎麼會有賣這個 因為你不合身的話 它反而會再造成你二次摩擦 啊對對對 你有沒有想過那種皮褲 你夏天流汗的時候 其實你很難穿也很難脫 還會燒當 對會黏嘛 這種東西我們叫做 滑衣或是滑褲 你的皮衣會比較好脫 對 也比較好穿 它是一個袋子 哦它是給他一個空間 對 所以你穿上去 你不用任何特殊的穿法 直接穿上去 就收好了 你的內包是被收起來的 適合台灣的天后 然後也適合男生 人家都覺得是 重機的裝備 重機裝備 不 我從來不覺得是重機裝備 我覺得只要你從事 危險的運動 甚至只是摩托車 甚至腳踏車 騎行用裝備 它是屬於所有騎車的 應該要用的裝備 這是我自己做的 戰國鞭中的造型 在中國古代它是禮器 就只有皇家能用 有一次燈輝就來 來我就說 你車上沒有群魔鈴 他說群魔鈴是什麼 那我送你一個 我說那你掛在車上 好 等一下掛在 電話來了 然後他就 哥對不起我接個電話 電話還接 蛤 什麼 金鐘獎入圍 因為我說你看 你早來我早知道你沒有 我早送你一個 早就得獎了 後來就得獎了 因為金鐘就是一個 鞭中的造型 群魔鈴的由來是 來自美國的一個 都會傳說就是有一個騎士呢 在一個南方的聖誕夜的晚上 他路上騎一騎呢 公路20出來騷擾他 讓他煞車線斷掉 一下讓他油門線斷掉 一下讓他輪胎沒起 接著把他車弄倒 他就起來 跟這個惡魔媽媽 兩個人對幹這樣 同時出現另外一個騎士 一起把那個公路20給打退 他就問他說 對不起我 我剛剛沒有看到你來 請問你是從哪裡出現 他說 他說我是公路守護神 我聽到你求救的聲音 所以我就出現 他就指地上一顆鈴鐺 聖誕節很多裝飾很多禮物 不是有小鈴鐺嗎 鈴鐺滾在地上的聲音 是 亂滾 那就是求救的聲音 那聽起來就是不正常的聲音 出事了才會掉 對 出事才會掉 就像 才滾嘛 把地上一個鈴鐺撿起來 綁了一套紅繩 你告訴你的朋友 你掛的這個鈴鐺 假設有危險 我就會出來救你們 這個傳說就一直留下來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只剩下哈雷這一家摩托車工廠 所以美國的這個 驅魔靈的這個騎服的文化 就只被哈雷保留下 因為沒有其他的工廠 沒有其他美國車的工廠 所以我們騎美式機車的 跟我們一些那種老屁股玩車的 特別知道 我們都知道這件事情 就你只要買車 我就送你一個驅魔靈 跟什麼車種無關 腳踏車 哪怕是汽車 我都送你一個驅魔靈 因為小小 沒有多少錢嘛 小小的東西 代表一個祝福 意外的清脆 用久以後 它凸出來的地方磨掉了 把氣磨掉 看意外的好看 它原本是這樣 哦 這樣好看多了 對不對 這樣更好看 可是這是磨出來的 對 美國的老貌 也是台灣唯一 在這個包皮邊哦 真正的牛皮 大概都是美式機車 或是復古車的人 我會帶這樣 對 磨豆機自己磨 好聽 這是熱的 對 熱的 OK 熱的比較純 哇 這台哦 對啊 安全保險拿走 會友愛導演的聲譽 新買的哦 還要花很久了 保養很好 對啊 這車也18年了耶 好舒適哦 對啊 這就是給你藏著圓 這是什麼 我剛剛有一個音響 不是 好像 很多的大車 空氣濾清器都放在外面 那一般的小車 空氣濾清器都藏在裡面 你看不到 對 它這個是液晶嗎 對啊 液晶 哇 手機放裡面 對啊 然後那把插一條線 它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導航 它就轉過去了 對 這個一台 你現在總共有幾台車 我現在有七台 騎車最爽的地方在哪裡 自由 我們常常講一種感覺叫做貼地飛行 地面永遠維持一個距離 那份自由感 真的 我這邊有一些飛行員是有在騎車的 飛行員都說騎摩托車比飛行自由 因為飛行你要顧慮到的儀器太多 騎車是你只能專心騎車這件事 你那個時候是非常解壓 我們在演一圈工作累了 你回家都想要放空嘛 可是越放空 想要事情越多 亂七八糟的東西越來 你只能享受騎車這一件事情 所以它很純粹的自由感 有必要買到七台嗎 沒有 其實平常你講真的沒必要 至少要有個二十台 三十台 哇 齊齊齊齊齊是搞不定的 真的 齊齊搞不定 這是一個玩具 你知道嗎 你開始買一台對不對 要保養 要保養吧 你一丟進去就是三天兩天 把它代步一台 那時候你把零件等更久 不行 你要再有第二台 隨時保持有的狀態 我上次從內湖 騎回淡水 我就累得要命了 我最遠啊 我最遠從家裡騎到家裡 台灣繞一圈最後回到家 我是不是從家裡到家裡 沒錯吧 淋雨不厚雜喔 淋雨是一種爽 淋雨是一種解放 淋雨是一種浪漫 淋雨是一種沒有人能理解的自由 這種觀點第一次聽 OK 當自己的電 我就騎走喔 當自己的電 我騎走啊 我車沒鎖啊 真的啊 發動就騎走啊 真的啊 旁邊有拍出手碼對不對 就在旁邊 我就知道 過年前我就在等洗車 怎麼可能 七代車沒有一代洗到 而且我就住隔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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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